画面中这些正在枝头筑巢浴除的就是苍鹿 远远看去 一棵树上十几个鸟巢的景象随处可见 苍鹿习惯成对筑巢 结成小群集中栖息 眼下正值苍鹿捕育期 通常一只成年苍鹿负责捕育幼鸟 另外一只或站立巢边或盘旋枝头看护幼鸟 长治水泉村 紧邻沁河 森林覆盖率高达80% 水源丰富 生态环境良好 自2018年以来 当地成立了保护机构并拨出经费 组织引导村民和志愿者保护野生动植物 越来越多的苍鹿来此安家落户繁衍后代 苍鹿每年春天飞来 在树上筑巢生产 暮秋后成群南飞